大家好我是久博 今天呢今天我要來跟大家介紹的就是鐵肥 上次我們使用的那些義太肥料啊 我們這次要介紹的就是鐵 鐵肥一般植物在用的有三種 第一種叫做無積鐵 就是硫酸鴨鐵跟硫酸鐵 再來就是有機鐵 尿素鐵弱合物 黃斧酸二氨鐵 第三種就是我們今天要介紹的熬河鐵 熬河鐵有很多種 以前比較常用的EDTA熬河鐵 它的pH值在6.4以下才能作用 6.4以上的話它會漸漸去效果 它會慢慢的被還原 從二甲鐵被還原成三甲鐵 植物比較難以吸收 而且它還有微弱的毒性 對於生物跟植物都有微弱的毒性 第二種就是我們今天要用的叫做DTPH 7.5以下都沒有 一般我們的水蒂很容易保持在7.5以下 所以我們建議的話就是水槽鋼的話可以使用 第三種就是比較昂貴 可是它在pH值以下都可以用 EDTA鐵被 它比較貴 可是它的含鐵量只有6% 我們用的DTPH值有11% 同等的鐵量的話 你的EDTA鐵被要用2倍以上 會比較貴 而且它很容易藍色 讓你的鋼子變成琥珀色 再建議使用在水槽鋼裡面 比較元素的那一天做起 我還會添加一種叫做黃銅蒜 它是一種可以讓你的水體裡面的鐵啊 或是夾啊 一些微量元素 更是主要元素 NPK這三種 它都可以把它結合住 讓水槽容易吸收 會增加水槽吸收養販的效率 讓水槽更加的強壯 所以我會建議跟有一兩個元素那一天一起使用 使用的方法 就是參考網路上的大省 然後我只是在我實驗的階段中 我把它拍成影片給大家分享 這樣子 水槽啊 水槽一天建議使用的含鐵量大概是 0.06ppm 等一下要做的就是300cc的水 加5公克的鐵 1比24公升的水會得到0.09ppm 一定符合水槽每天 中部的自帶水裡面就含有很多 蓋子、鐵子、鎂子這些 7天我一次的NPK也蓋成 今天加NPK 明天微量元素 然後第三天加NPK 第四天微量元素 我第五天就會換水 就變成第一天這樣子 用這種方式去增加我 槽子裡面的蓋子 跟一些微量元素 也可以去網路上買一些 現成的微量元素回來添加就好 黃斧酸這種東西就是人家俗稱的黑水 它的調完之後它變成黑色 然後我會是以100公克 100cc的水去加3公克 每30公升兌1cc 比較容易壞掉 所以我之後可能會改成 大概30cc的水去堆1公克的黃斧酸 比較不會變質的問題 這樣子 氣酸心 然後歸零 然後我們加入300cc的 300cc 然後歸零 然後這是DTPA 阿爾特 然後一支湯匙大概是2克 然後記住喔 它這個阿爾特很怕空氣有水分 所以你一定要保持乾燥 它有水的話你沒被氧化 一瓶紙的話是2克 3克耶 把它攪一攪 然後倒回罐子裡 然後搖拌一下它就變成這樣子了 就是DTPA鐵肥 這樣就一罐了 這一罐應該可以用很久吧 剛剛調完了吼 然後我們建議的話 假如你量不大的話 我可以建議就是你在網路上 下比或什麼 都有買現成的這種鐵質阿 或是NPK阿 這種化學原料 你也可以買人家廠商調好的 它是把很多元素都調了在一罐子 都很建議大家去使用 更是看個人 自己DIY的話也可以自己DIY 因為他們沒有在飯營售 也是說是賣最少500公克 飯營只有養一缸或小缸的話 其實根本是用不完的 人家都是20克賣你 然後多少錢 其實差不多啦 因為你買那麼多回來 還是用不完還是浪費嘛 以上就是 我自己DIY貼杯 然後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希望你添臨 我希望你添點 我希望你添 outer